就是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转一个话题 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现在这个话题呢 就是有关啊 现在中国黑客攻击拜登这个竞选团队的问题 引伸出来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干预美国的大选 实际上我想的这个 先把这个 大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你现在就是这个黑客啊 袭击拜登的这个竞选团队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算还有一些新鲜 那么这是不是有可能是意味着 中共方面呢想这种在暗地里帮助 川普进行这个竞选连任 实际上呢川普一再口口声说 这个普京和习近平 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希望我连任 但我觉得呢恰恰这 应该说从中共的这个自身的利益来说呢 川普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容易打交道 或者说呢 实际上在做了很多事情呢 我觉得也还都是对中共呢 并没有形成致命的这样的一击 他这个消息是这么来的 就是说这个谷歌的近日宣布呢 他这个公司旗下的这个威胁分析小组发现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想通过这个钓鱼邮件呢 还有伊朗的类似组织分别像这个 这个竞选工作人员和这个 同时也向这个川普的竞选工作人员发出了钓鱼室的电邮 那么来这个 探测和应对网络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网络公司呢 火眼的分析师 麦克纳玛拉呢 也表示呢 长期的追踪和分析呢 让他们确认呢 这个 黑客组织啊 这个 高级 长期威胁31 这个组织呢 apt31 是一个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 谷歌就说呢 这次攻击呢 似乎没有攻破的迹象 但是已经 他们已经通知了受影响的用户 和联邦执法部门 那么最近也的确有不少的用户呢 包括Gmail的用户呢 都认为呢 最近打不开 很难用 他们看来和这个呢 是有关系的 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 这个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也说到一些国家的行为 这把我们选举作为攻击目标 这并不奇怪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 盗取情报 还是干预大选呢 应该说这并不是中国黑客第一次 被报道 或者被指称的 攻击美国总统参与 这个团队 0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政府支持的这个黑客组织 就同时入侵了奥巴马和这个麦恒 这个竞选团队的建造 获取了一个流电网来 那么这个 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任 包括这个 CSIS 这个技术政策主任 也认为呢 中国黑客过去攻击美国竞选团队 往往是处于这个盗窃情报这些间谍目的 并非是要干预选举 但是呢 美国的相关部门认为呢 从2016年以来 中国的情报部门仔细研究了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做法 学有样学样 学俄罗斯 那么所以说呢 中国黑客这次目的不确定 那么他是这么说 他说如果你能侵入这个竞选团队的电脑 你都知道捐款人是什么 权力网络是怎么构成的 候选人这个策略又是什么 因为竞选团队的电脑里有一大堆这种很密的 私密的这种政策的立场文件 所以说呢 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这个拜登竞选团队正在撰写 关于如何和中国打交道立场文件 那么这当然对北京来说 这是非常希望得到的一些信息 这是主要的动机 那么第二步就是说 中国方面会不会更进一步像俄罗斯人那样 真的去试图干预大选 这个人就说呢 他说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至少目前是可以说 从收集情报方面来说是肯定的 但是是不是干预竞选呢 也不能排除 有这个可能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他就说到这位主人就说呢 他说这个过去几年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是日趋紧张的 这意味着两国都探索 所有可能的这种胁迫手段来相互对抗 那么另外呢 他说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更加公开的政治运动 如果你看一看他们在澳大利亚 台湾啊加拿大 或者说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活动呢 你会发现呢 中国正在使用他所有的工具 来干涉那里的政治 他说我认为呢 正在中国方面正在试验一种好办法 来在美国做到这一点 那么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呢 不如俄国人 俄国人已经研究美国文化几十年了 他们有优势 但是呢 他说我认为中国已经决定 他们需要加入这些政治干预的国系 所以说呢 现在来说呀 我们就刚才一开始点题的时候就说到这 那么 现在再加上呢 这个推特呢 也大量删除这个和中国有关的相关的这个账号等等 应该说呢 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就像这个胡锡进呢 他这个转了一条推文 转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推文呢 就说这个川普总统说 中国正在这个 对美国呀 展开这个大量这种虚假信息的这种 China is on a massive information campaign 所以说呢 就说 他们呢 希望啊 这个就外的赢 实际上在我看来 我是认为呢 恰恰相反 我觉得现在呢 实际上 中国方面 北京方面实际上已经意识到 这个川普呢 这个共和党呢 即使他是有这个建制派 内部有这个鹰派 但是毕竟是鹰派色彩的 没有像 这个或者说 玩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功夫啊 这种热情啊 没有像民主党这么强 所以说呢 大不了 对于这个中共来说呢 可能就是说 你共和党就是想 要些钱 尤其是你 川普本人呢 你是想这个 多要些钱 讨些便宜 但是呢 民主党是 一旦上台之后呢 现在有可能是 既要钱 还要要你的命 所以说呢 这对这个中共来说呢 这是最为忌惮的 再加上呢 我们看到包括颜色革命啊等等 这些呢 都是在这个当时民主党的这一系列这种 这种口号 这种理念的这种推动之下 如这个燎原之火呀 烧遍了中东 的确让这个 这也是从这个苏东 垮台之后呢 这个中共方面第二次 感觉到非常紧张的一次 也就是那 11年的这次 这个颜色革命 眼睛上就看着 一系列国家的这个 纷纷变天啊 从这个托尼斯开始啊 一直到这个 这个埃及啊 等等啊 这些国家呢 我想的这种 利比亚 这是也是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对他来说呢 中共来说 这是最为忌惮的事情 所以说 军涛你 你首先 就是说请您来 分析一下 现在 是不是 中共方面 想 按住 这个川普 能够竞选的人 成功 这个我觉得 我不这么看 因为就是说 这个安华就是 如果我给你 两个选择呢 你看你会选择哪个 但是呢 现在有两个人呢 就是对你都可能 就是对你来说啊 就是你有两个人 你要选一个人 一个人呢 这个人可能可坏 但他很有礼貌 就是说 他礼貌不会让你 特别丢人 各种地方都很照顾你的面子 而且呢 只要你 你要是顶住我呢 我就适可而知 还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利益是啥 就天天给你摔桌子 打个砸板凳 摔碗 就是说 一旦一言不合 他就开始给你拍桌子 骂你 而你这人又特别爱体面 又特别爱面子 为什么呢 你有时候 比如你是个独裁者 你要靠面子治国 我觉得呢 共产党不喜欢川普 为什么呢 他们跟民主党打交道 就发现民主党 是一个慢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他好 他可以就是 共产党不伤面子 你知道现在共产党觉得川普 最大的问题 让他们太伤面子 老是撇发抽他耳瓜子 虽然好像看起来 川普就要的东西少 但为了要这点东西啊 他就是比如 你说民主党要他的命吧 那川普的 川普愿意说啊 老实说呢 川普总统下一盘大气 要要共产党命 我跟你想法一样 川普就要一个贸易协定 现在疫情让他有些变好 现在美国人民想法变了 他会跟着美国人民变 因为他在竞选 做美国人民更关心 这经济上的东西 现在美国呢 经过他打开大门 我还得以为 归功于他 信要给他 他打开对中国的警惕大门 经过那么多讨论 你发现 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危害 绝对就是 共产党对美国的危害 绝对不是一个 经济的占了点便宜的问题 现在那么多事情 都让美国人擦亮眼 比如说 川普总统也得调整 最主要川普总统的麦呢 就是他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 共产党受不了 特别独裁者 比如你要碰这个民主国家 你要默克尔吧 他就会 那我就到时候 你拍桌子 我就冷却你哭档 我就不理你 然后拍完桌子 我们继续谈 对吧 他们是长期在政治斗争中 被打脸打惯了 被政治打脸打惯了 但是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要的是淫威 他又不能对川普总统 去做淫威 他就别的国家可以 你不能我就 不惜 用中国举国国力 去制裁你 为了为了 他知道对美国 他不能发这个淫威 所以呢 川普打他脸吧 昨脸打完之后呢 台里 右脸还不能五一五 川普发现他右脸 他很爱一些右脸 就上右打 因为那极限施压就是 你哪儿偷我打 你哪儿 然后就逼着你 其实就那点事 你答应我就完了 所以呢 这个但是那点事 当我们知道 对共产党有那个 结构性改革 是个要命的事 但是川普总是当贸易在谈 所以我觉得尽管说 你说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歧 更深刻 可能民主党最后要的东西 但民主党不会 如果假如阻力很大 民主党不会要他 民主党 因为我在前面讲过 民主党其实包容性很大 他们不是个原则性 很强的一个党 没有讲包容的 对吧 包容很大 这个垃圾桶 垃圾桶里不都是废物啊 就很多东西有用的 只是说呢 只是说在这时候 他显得没有用 比如我们到美国满街呢 刚到中国来的 很多九年来 满街捡垃圾 捡的比他能买的 那个二手货都好 对吧 比如说这个比在中国 能买的新的东西都好 但是美国 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 民主党其实呢 他可以接纳共产党 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共处 川普总统才要的不多 但是你不给我 我就不给你共处 我就要整你 所以这是一个 共产党受不了的东西 所以那么回过头来说呢 今天当我不是讨论 这个民主党和共产党 拜登和他谁更好的问题 那这个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呢 说这个我们要讨论说 共产党会怎么影响 美国的大选 我个人认为呢 俄罗斯实际上 我把所有情况看 俄罗斯也不见得 真的就是 他要让川普总统当选 他就给美国添堵 因为他当时 俄罗斯可能也没想到 川普总统能当选 他就是想搅乱选局 他在给美国捣乱 对吧 因为当然都认为 希拉里能赢 这个问题 我就得 因为呢 现在最好接你头 就是川普总 川普总这个 对吧 他这个团队又是一个 对吧 只要能把希拉里 能够接他 川普总统是有当选信心的 但他的团队中的 可能很多人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替美国 这些被忽略的人出口气 对吧 所以他就希望呢 对可能打希拉里 所以会借助于俄罗斯 其中的一些炮弹 来做这件事 但是呢 俄罗斯不过对希拉里 也确实是不感兴趣 应该说这个 但是问题 他们不看好川普总统 对 他就是故意搅乱 对 他就是搅局 我觉得恐怕 他们也判断呢 就是让希拉里当选 这也要灰头灰脸 被川普总统 砸了一脸臭鸡蛋 或者被弄得这个 对吧 弄得浑身屎尿的 然后他当选 然后在美国 这样的话 他在美国做总统 他一直做得很跨脚 因为他当选了 背了太多的丑闻 那所以我想 但是呢 中国你说 他现在要影响 第一呢 在历史上 中国不是这样 去玩游戏的 中国是非常精准的 去拉自己要拉的人 然后去打 去孤立自己要打的人 他还经常不自己出手 他让别人去出手 经常干这个事 所以共产党在这个 美国就觉得 有时候觉得 共产党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敌人 中共这个前所未有的敌人 就在这 他的行为方式 和以前的这些敌人不一样 但他间谍方式 也跟以前的间谍不一样 这是他的特点 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呢 他们可能对川普总统 很头疼 你知道对执政者来说 你打他的脸呀 给他比他掏兜里的钱 还让他难受 对吧 你说兜里钱嘛 我是心疼钱 毕竟我们 他们不是民主国家 出来被打脸打惯的 民主国家人都很清水吧 我兜里钱要捂得死死 你打吧 反正我在当这个 我在上来之前 我已经被我的政敌打够脸了 现在国内媒体 还是可能天天在打我的脸 你也打不到哪去 对吧 那么但是呢 对专制独裁者 特别习近平来说 现在已经一尊了 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在他那儿的话 都已经是 被他搞得服服帖帖了 现在就是一个川普总统 现在对吧 就是一个美国了 他觉得拜登呢 还是彬彬有礼的 会跟他握手啊 吃大餐呢 然后说这个话 起码还会算数 这川普总统说了 明天今天说的是2000亿 扭头回来之后 宣布说我们跟中国签了 就很好 就变成3000亿了 一张嘴就2000亿 变成3000亿 你还得跟着小跑跟上 因为你不跟上的话 对啊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也是啊 最近这个 中国方面这个购买 美国农产品 还是很积极的 对啊 但话说了 这个不说明问题 美国没故意 中国对美国那个需求 是刚需 是刚性需求 他不像美国呀 就是美国想往中国卖的 和美国买 中国对民间在买 就是说都是市场有风险的 中国政府支配那点购买力 都是中国需要的 对吧 中国生猪 好像是前两年又什么 好像这个死了一半 还怎么 反正是正好需要大豆 是吧 就要做饲料 就要再把这个 要不然中国的肉 都有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其实急需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呢 你说这个 所以这是刚需 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呢 即使是刚需 它也是一个别的地方 能替代的 中国没有 还有别的地方产地 可以替代 中国你说 我反正看了些文章 我不是专家啊 但是反正也说了 什么八七年代 也没有办法填补 美国的这个 大豆共鸣的这个缺口 所以说现在 包括这个 这个库德勒也说啊 就说这个 第一阶段 这个贸易协议嘛 对川普总统来说 已经没有像 从前那么重要 所以说现在呢 也确实是 这个我察觉啊 我觉得库德勒 说这个话 我觉得也是 他就是 我觉得有点 像川普总统 打牌似的 就是我现在 不那么关系 其实心里盯着 这个事 那你说要是 不谈贸易 他在川普旁边 待着干啥 我觉得蓬佩奥 是一个 比较全面的一个 叫对付中国 蓬佩奥是 比较全面的一个人 那没他 像奴姆钦呢 库德罗呀 纳瓦罗这些 要是没有贸易谈判 他仨还待着干嘛呀 是吧 那是 所以说现在呢 应该说 对川普来说呢 还是 这个贸易啊 包括现在 他这个竞选连任呢 我们刚才实际上 这个第一跨题当中 也有这种设计 那么就说这个 对他来说 现在的这种 最主要的这种 政绩啊 或者说 他能拿得出手的 能够 他最看重的 同时也是最看重的 就是说这个 还是 在经济方面的 这种表现 那么现在 我想的就是说 川普通过这次 这个疫情呢 出现之后呢 他是 这个 立刻是撒钱啊 那么这个的确 稳住了阵脚 也让人看 这个我察觉 川普总统没想大撒钱啊 我觉得实际上是民主党 你记得吗 他当时第一笔钱 给的很少了 民主党一上来 给他了几百亿 开始他弄的 这个几十亿是吧 后来他很高兴 他说你们要都给钱挺好啊 他是 这个我觉得呢 再一个就是说 他这次这个 疫情现在这个 出现的这种 个别州出现的这种 确诊人数 上升啊等等 这种反复啊 也是完全可以甩锅到这个 这个民主党身上 这个这是因为暴乱引起 我觉得这个 他对这些 我觉得他这种 这种直觉 或者说他的这种 在某一个关键点上的 这种 顺势而为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本领还是 还是 不是 但这件事情吧 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 就说 疫情反弹 两亿 一个reopen 就是说 重新开始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所谓 最近的这个骚乱 或者这个政治风潮 我要中信职 要政治风潮 这两件事呢 你发的 你可以看出来 前段都说 疫情最严重 是民主党州长 那现在 阿尔党呢 还有像这个 德克萨斯 犹他州 像这些呢 是这些 其实本来并利 而且 您刚才说的 对 但是呢 这个地方 你可以说 是因为他的 但是那些 最大的地方 就像纽约呀 像洛杉矶 像芝加哥呀 你好像 洛杉矶那边 有反弹 纽约反弹 就不厉害 现在 对吧 他现在还在 几十个人 没有上百 就是在两位数之内 死的死亡人数 而且这个 疫情这个感染 我觉得 更多的人 跟他的检测手段 有关系 其实那个 我觉得 还是要盯住死亡率 这个是最关键的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 现在还有 就是分析 这个数据的分析 就是说 所有的这种 几乎所有的 蓝州 民主党 这个主导 这个州 共和党 蓝州 是民主党 对 都要高于这个 红州 都要高于红州 具体数字 我就不罗列了 因为这个 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 各个州的 他总体而言呢 包括他的死亡率 包括他的确诊 这也好解释 因为民主党的票仓 在大城市 大中城市 在这个地方 共和党票仓 在农村 那个 共和党 那个 就是过 open open 实际上 他那个传播速度 都会很慢 民主党隔离了 那个 比如像纽约 这些地方 在那些人口密调 你隔离了 还不如共和党 不隔离 那个 隔离的效果 那种效果 对 那么现在 就说 这样一来呢 你认为 就是说 中共方面呢 现在就是 也是怕 这个川普的折腾 是吧 就觉得 对 他不折腾的 让他这脸上 很没面子 所以说呢 就想 还是把他 希望他能够 就真的像 这个川普所说的 中共呢 或者说 俄罗斯呢 都不想让他 继续连任 您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 当然了 因为你知道 川普总统 上来之后呢 其实 川普总统 真的就是一个 他需要一个敌人 来团结自己人 他需要敌人 团结自己人 所以说 中共现在 毫无论 中共知道 像俄罗斯 不是他的敌人 就是 他在找敌人 民主党 如果他赢了大选 也不是他敌人了 就是中共 是他的敌人 他选举期间 可能他会把一些 往民主党手上推 选完了 自己当总统之后 他就是需要一个 川普是一个 需要敌人 来团结自己人的人 对吧 这个 而呢 这个 所以 其实很多的政治正确的人 民主党 就是人家说 所谓的白左 不喜欢川普总统在于说 这个川普总统 是在制造仇恨 撕裂一个社会 或者撕裂这个国内社会 或者撕裂国际社会 但是支持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原则性强 不去讲那花言巧语 仅仅盯着问题 为美国人民去谋福利 要去从美国的那些敌人 或者竞争对手 要把美国人民 要把美国人民 失去东西抢回来 这是他的支持者的 反正你看你从什么角度说 但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说呢 川普总统如果需要一个 如果国内他大选赢了 搞定之后 他就要在国际上找敌人 你说谁是敌人 最合适 那肯定中国嘛 对吧 他就要不断地敲打中国 虽然每次敲的事 今天是贸易 明天是华为 后天是什么东西 反正他这样的话 就会不断地要用这个东西 来团结他的支持者吗 这个也是个事实 就是事实上呢 在共产党领导下呢 这个中国特别是习民 想有所对修改了韬光养灰 转为有所作为 确实是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想再从美国社会去抢 这个国际社会的主导权和影响权 甚至连制定规则的权 都要从美国手里抢过来 那当然这个川普总统 就会把他理所当然的 把他看作是 即使川普总统不给他看作 但美国如果舆论把他看作 川普总统就顺势而为 就你的话就顺势而为嘛 是吧 那看来就说 这个 您认为如果说民主党上台了 难道就不把这个中共 作为一个靶子吗 当然是了 要从长远看 我觉得老巴马的那两招啊 是比川普还狠的两招 一招就是亚太在平衡 对 一招就是那个叫 就老说那些仨字叫PTT 还是什么 PTT 那个呢 就是范太平洋的 范太平洋的合作伙伴 这就是说 大家都按照一个规则 做成立 不遵守这个规则 就不要进来 那中国 他对 但是呢 如果越南不遵守 我给你开口子就完了 我单独给你开个口子 对吧 这样他就可以 用这个方式 拢住了其他国家 把中国孤立起来 所以这个 川普总说 退出了 奥巴马说 他们都还是要回来 说想退出完之后 都会发现 对付中国 美国一个国家呀 即使可以 独立抗中国 这个呢 美国没有必要 搞那么大代价 应当把日本 把这些国家 都拉上一起来 去抗中国 他们都有利益嘛 对吧 台湾 日本 首先他们就有 自己的直接利益 在里头 对 韩国肯定有 对中共来说 对 印度对吧 但川普总统呢 他在军事上 他最近那个提法呀 要表霸这种更黑 就是要 不是要更狠 就是叫 这个 叫亚太战 叫印太战 他把印度搞进来了 把印度洋 搁进来 就把澳大利亚 也拉进了 澳大利亚和印度 两个拉进 他和日本 四个国家 作为核心 然后再拉住 南韩 东南亚 这些国家 也摇摆国家 那么他这个呢 可能要更 但是这是国防部 是美国实际上 是五角大楼的 这个 五角大楼的 这么一个方案 其实川普总统 本身呢 我们讲 对贸易之外的 他也没有 大兴趣 是 所以说 我觉得从 对中共来说 实际上 我觉得如果说 他 进行这方面 对美国 这个两党 这个现在竞选 包括这个 长期执政的 这种 基本理念 和基本的趋势 基本盘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 应该说 对他来说 比较好打交道的 还是 像川普总统这样 因为毕竟 就是说 现在就按照 这个 俗话说嘛 这个潜能百合的 是不小事 不是 你知道这个 但是你 一定要 你跟我说 这个你知道 这个吵架 你知道咱们 中国人吵架 往往是小事 吵成大敌人 真的就说 就是有时候 真的是 怎么吵很重要 吵架的话 有时候吧 一个很大的事呢 中国人也可以放下来 就是比如像 他可以跟你一个松拥抱 跟你一个松去亲嘴 毛泽东可以跟你一个松 亲嘴的吧 他说 他还说 他喜欢右派 因为右派说的 但是呢 有时候小事 可以吵成大敌人 他能跟林彪打的意思 我问你想想 你想想 他能去整周恩来去 这个东西 你真的 我们中国文化中 有些东西吧 不是那种 商业性 和功利主义的文化 说是什么事 从这个权衡利弊 他就是看 意气用事 一言不合 就掀桌子拔剑 拔刀 所以他 对 我觉得 我反正是站在中共的 我对中共能让人看法来说呢 他们对面子呀 看的比李子还重要 要不然干嘛 花那么多钱 去撒一袋一路 对吧 花那么多钱 去拉那些第三世界 非洲国 如果说经常 给人点钱 你们去给我弄个 原来我那里有什么 那么穷 中国人都吃不上饭 搞点外汇 让他们坦桑尼亚的 做成一堆学毛选 然后学完就一人 发点美元给他们 让他们做 让拍档 让照片计划社 拿到中国来 你看看 非洲人民都在 我们美大人做毛鸡 他们做的那些学毛选 就跟中国人 在那天天读一样 我们网友看看 现在有没有 我们开放讨论吧 对开放讨论 请网友发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